跟着健康管理教练的口号 一起做暖身操 活动筋骨 增加肌耐力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也乃ColorWork建走活动 今年以 吉不可失 竹梦踏实为主题 邀请建走大使 普学亮与黄素豪阿嬷 林林珠阿姨 一起为活动揭开序幕 现年90岁 个性开朗的黄素豪阿嬷 还带来一段魔术表演 虽然做着文艺 但她希望透过运动 恢复过去健康的样子 72岁的林林珠阿姨 则是持续练于加快20年 她认为运动保持肌耐力 是她退休后 能持续拥有高行动力的原因 运动让我心情好 心情好就会对大家的 态度都会好一点 那还有让我体力好 体力好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像是继续运动啊爬山啊当志工啊 我从102年开始当志工 那目前固定的志工是生态志工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生态志工 还有荣兴花园的生态志工 快乐啊 心体健康就是快乐啊 哦 只要是心体最要紧啊 有健康的心体才有幸福啊 人本妈妈也会有时候就念说 啊 去太多次啦 我体力也不行啊什么 我就是不断地鼓励她 我就是告诉她说 你要尽量出去 只要活动就去 对 那就是尽可能鼓励她 然后她如果有一些捏捏捏 我就让她听听她讲一讲 然后再 哎 还是你还是去吧 就是也很感谢所有宏道 这样的一个一个单位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然后让老人家可以走出来 因为宏道她也会定期 等于有点像是一个 一个验收成果 会给老人家做一些测试 对 那么她最近期的一个测试 看起来她还进步耶 还进那一点还比以前好 对 那在宏道她的活动形态改变之后 又更加多元化 不是只有做运动 所以有时候会种花草啊 花画啊 做什么手工艺品啊 什么小花篮啊 就蛮有趣的 然后她 还有她喜欢唱歌 完成各种超级任务的 剑走大使 普学亮 2024最新任务 就是将率领2300位野奶 在大家河滨公园 完成五公里剑走 今年58岁 即将迈入60岁的她 工作空档也会到操场剑走 运动保持继耐力 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电视上 看到阿亮就知道 我最近在骑车对不对 但是骑车是我这个 比较常做的运动 但是事实上 我还有另外一个常做的运动 就是每天晚上吃饱饭以后 有时间 就会到家里附近的操场里面去走一下 因为你算是健走嘛 对 这样算 可是要快快走 如果是慢慢走就要散步 我是尽量走快一点 OK 那个操场一圈有400 大概400公尺吧 大概走个12圈到15圈 哦 那蛮多的喔 其实还不做了 那他们都可以一直都是把自己照顾的蛮好的 所以我真的蛮幸运 也体验到说真的要呼吁一些准备 像我们这种准备要开始 以后我们65岁可以拿到那个坐公车可以那个悠有卡的时候 每半年要去刷牌制 你快要有这个资格了 就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断念自己的基地才行 因为这一次我是担任2024年 我们这个野奶的ColorWork 这个主题是 吉普可思竹梦踏实 那台北厂5月25号的时候呢 会在大家河滨公园 草上8点 我们预计3个小时 走到11点应该可以做不到 在终点站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园邮会 对 大家可以有园邮券 然后在那里消费 然后感受一下 有吃有喝有玩又有麻 而且报名的时候就 即日起就可以报名 报名直到3月22号截止 报名率只要300块 但是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是不用的 80岁以上的长者 不用钱 65岁的一些中低收入部的一些长者 也可以免费 还有我们这个宏道 特别邀请的一些中小机构的一些长者 都是可以不用 不用报名费的 是 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募集到2300位的长者 这个是一定办得到的 OK 搞不好还会超过的 但是2300位呢 报名就是有报名的奖品 有报名奖 然后完成了这个五公里的建走之后呢 到这个终点站也会有一个完成的这个奖项 另外援会当中也会进行这个摸彩奖 所以是有很多的奖励 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宏道办理 盐乃ColorWork 今年已迈入第11年 台北厂累积2万6千多民众与长者参与 活动透过建走 导入预防照顾概念 让长者能透过运动 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主 今年已经迈入第11年了 那这11年来我们总共服务了2万6千多位长者 这样 那其实因为长者的激励 对于长辈来说非常的关键跟重要 对如果他没有好的激励 他其实要能够走出来社交 其实是或者是做他想做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宏道智利在长者的激励这一块非常多年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建走的活动 可以有更多人可以关注这个议题 我们宏道在各地有办理老人活动据点 那老人活动据点其实长者也最喜欢的就是 激励相关的课程 那激励我们期待会有前册跟后册 才能测出来他在参与这样的课程之后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概每一场的激励课程 我们大概会为期10周 那大概10周左右我们就会有一个 在10周之前会有一个前测 然后10周之后会有一个后测 然后让长者或者是治疗师 能够再更清楚长者在哪一个激励部分可以再加强 红道野奶ColorWalk建走活动台北厂将于5月25号 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举办 即日起至3月22号开放报名 邀请有兴趣的民众相约一起来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